上周五发布的非能数据意外强劲 以此市场延迟对联卷会降息的预期 美债殖利率大涨 并且在美元走势维持的情况下 周一多数亚币走弱 台币也重拾跌势 各股方面 特斯拉CEO马斯克宣布 将在8月发布无人驾驶出租车产品 刺激股价上涨近5% 创下3月18日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接下来看到焦点个股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增加最多 和减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财经大事 以及近期会率利率 来到台股盘市 明日是4月第二周结算 加全强势上涨 突破28000关卡 高档没跌破 终现创下历史新高 贵买近日相对弱势 创高后下跌 与加权呈现相反 所以投资人明显感受不出 股票有跟上加权 puts core ratio为158.8 选择全位平仓 20500puts增加11607口 同时为最大位平仓 而21200口增加5695口 但最大位平仓在20800口 变动区间为20500-21200 看到恐慌指数11.14分上涨 与加权同时 呈现了嘎空行情 而台积电今日贡献了307.92点 上涨到800元关卡 创下了历史新高 今日台积电明显成为最大贡献者 台股持续创高 投资人在风险控管要多加留意哦 今天的影片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点亮你的财神灯 5月31前新户送666手续费折底金 成交在送30天五财神线上点灯 台股单月交易美满10万元 每股美满1000美元 送1元某某币 不分新旧户皆可登记参加 累计无上限 快来布局你的财富口袋吧 年轻人最爱的证券频道 YouTube搜寻口袋证券